11月2日,中超第28轮一场焦点大战,天津全境主场0比0战评北京国安,对于全境而言,这样一场尴尬的平局确实非常遗憾, 因为他们在比赛中确实非常接近破门,不但拥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,而且还有两次近在直尺的射门,被对方门将使用扑出,特别是私职中锋的杨旭,居然在门前两米错失以必进球机会,实在太不应该,他已因此遭到全境新帅崔康熙的暗批,因为确认即将就任全境主帅一职的韩国人崔康熙, 在赛后透露将在新赛季对风线位置进行引员,上半场比赛仅进行三分钟,怕拖在进区外一脚跃射大众门柱,经出国安后防线一身冷汗,不过除此之外,全剑更多还是通过反击威胁对方大门,第二十分钟,全剑获得一次极佳的破门机会,王永破左路将球掉到进区,杨旭侧身凌空出射, 却被反应神速的后三扑出,杨旭跟上在补射,却再次被侯僧神奇化解,可以说,全剑在这次进攻的效率非常高,获得最后一击机会的杨旭其实也基本上把握住了机会,两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范围内,可惜却被状态更为神勇的后三一化解, 不得不感叹,杨旭今晚的运气欠佳,然而,这却是杨旭今晚最接近破门的机会,随后的比赛,尽管尊克一脚越射打在横梁上,但却依然无法改变场上的比分, 最终,两对0比0握手言和,OPTA数据显示,今晚杨旭获得三次,射门机会,全部命中目标,可惜却被对方门架后三一一化解,值得一提的是,本赛季杨旭出场23次打进7球,平均每进1球需要203分钟,这样的得分效率已经创下他近5年的新高, 可惜这样高效的杨旭,仍不足以确保下赛季一个主力位置, 赛后,前权北现代主帅,韩国人崔康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,自己将确认接手全剑的叫边, 而在谈到球队下赛季的规划时,韩国人明智的指出,要在封线位置进行引援,很明显,这场比赛全剑封线把握机会的能力欠佳,远远达不到崔康熙的要求, 看来,作为全剑后半赛季的主力中锋,30岁的国长杨旭在下赛季不可避免,又要让出自己的主力位置了。